Hello各位,今天我們來聊聊未來的華為6G網絡 和華為Mate40下一款搭載的麒麟一切處理器 9月份AFA大會上華為發佈了其最新的麒麟990系列芯片組 包括麒麟990和麒麟990 5G兩款芯片 該芯片都採用有第二代7nm EUA光刻工藝技術 並含附帶有新的人工智能NPU 簡稱達芬奇神經處理單元 麒麟990 5G芯片最主要含在處理器內集成有5G調製解調器 來完成5G上網 作為華為19年發佈的新處理器 我們看到的特色是7nm EUA光刻工藝 和芯片內置有5G調製解調器 在現在有來自業內人士爆料稱 華為將開啟規劃未來2020年的新代芯片麒麟一切 並且將會採用5nm工藝製成 已將實現在明年下半年投入商業經營 目前麒麟990芯片使用為基於A76的CPU構架 而麒麟一切將使用A77構架 並且性能將大幅得到提升 另外麒麟一切芯片僅有這款支持5G的CPU 同時它內置有5G調製解調器 不會像麒麟990芯片還要分為4G和5G版 如果以上爆料消息總圈 那麽現在可以這麼認為 這款芯片它同樣會在2020年秋季發布 華為Mate40系列將率先採用此芯片 但作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廠商 華為將在5G芯片上是唯一亮機有成功的手機巨頭 此外,關於低端5G芯片 今年麒麟990 5G發布後 華為在之後的10日裡 對低端產品使用5G芯片也有了自己的方案 來自供應鏈消息稱 聯發科將收來華為低端產品的5G支持 預計在2020年開始 大量的低端機型將開啟支持5G網絡功能 並且售價將會在2000元以下 聯發科在此前已經研發出了7nm工藝的5G芯片 在之後,聯發科低端5G芯片 就有可能是唯一供應華為低端產品線的芯片 近年來,華為在5G芯片研發上投資巨大 並且定位旗艦,其自然成本也高 當然華為也有實力開發低端的麒麟5G芯片 不過這需要繼續投入研發和資金耗費 現在的聯發科5G正式面向中低端 華為正式和聯發科合作的最佳時機 不過這些5G低端芯片將在2020年才開始問事 現階段除了5G網絡的一些消息外 關於外來的6G,來自任正非表示 華為公司已經開始了第六代的網絡研發 其速率比現在的5G速度再快上100倍 近期余承東也談到了有關外來6G網絡的發展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華為已經開始了6G的研發 預計部署完成到商業化至少需要10年的時間 外來的6G網絡將為航空航天、太空站、陸地和海洋 提供完整的通訊路徑 6G網絡的延遲將不再是5G的毫秒級 而是直接跳轉到微秒級 其一切傳輸可以說是實施的 並且數據傳輸速度有望比5G快100倍 他還介紹6G將被廣泛用於面向用戶服務 5聯網、工業用途、自動駕駛、智能工廠等領域 6G與5G相比 下一代網絡技術需要面臨更複雜的困難 與之相比5G在6G面前只是小兒科 華為有信心依然會在6G網絡全球領先 當前現在除了華為一家在研發6G網絡服務外 芬蘭其在2018年也開始對6G網絡進行相關技術研發 他們都承認6G的速度比5G網絡要快上100倍 6G網絡普及預計在2030年之後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和點贊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